而光顧三公所今年上半年度结合了东华大学共同推办 创箱以来第一本的相知编撰计划作业 并且在今天下午召开了其出报告 那么地方审查小组委员是全员到齐 针对了相知其出内容 提出了逐多的意见 以及和东华大学教授来共同讨论 主要呢也特别针对了足以翻译正确性 在地人文历史与事实不符要求修正 而乡长林清水则表示 算编撰时间有限 不过事实查核仍要更加严谨 光复乡民国36年成立设乡至今77年 现在第一本记录着光复乡超过一甲子岁月历史的乡志 现在包括东华大学在地各领域的齐老 地方士生以及乡公所努力编撰催生 而今天负责编撰的东华大学 提出齐出报告 不论是从线上线下的资料收集 或者实际访查 称办的东华大学承认有些难度 地方审查小组委员中 原住民代表的马太安部落会议主席蔡宜昌 泰巴朗部落齐老也是八连霸宜员的杨德金 就主语翻译提出建议 罗马民营一定要统一 以园民会公布的一组 如果不甚了解的话 也可以提供 泰巴朗部落的这个名称 来说 泰巴朗跟泰巴朗是没有错 早期叫做泰巴朗 那为什么变成泰巴朗 最起码在你们是专业上 也要有一个报告写出来 然后我们后代子孙的人知道 人来过程是这样的 另外对于光复乡内少数外省籍 迁移历史人文 新住民等各族群文化露边 或者部分相知内容与事实不符着 代表委员们也都特别提点 在这地方跟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等到后来慢慢的老人就回去了 年轻人的话就跟班级久 慢慢的游到市民法官工作期 表学了 所以很多错误字 或是娱乐的事 给你表辞了 等下我们这本就留意了 光复乡第一本相知编撰计划 不仅是乡长林清水上任以来 重要的证件之一 也能计时记录 在地人文历史发展与变化 见古之来 也因此对于相知的编撰内容方向 与作业进度也高度关注全程出席 我们请我们各部分的委员 我们有分原住民的客家的 美兰的新出名的 然后我们外省级的各个专业上的当作我们的 的执行委员 提供大家的专业 提供把我们的这个相知 变得更好更懂 更确实是我们第一本的相知 香港所编列项预算300万元左右 为由东华大学来执行 预计花费一年的时间编撰完成 目前进入起初报告阶段 今天下午首次的审查会议 生产小组委员也提出诸多意见与看法 期盼下一次在微调修正后能更加完整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